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爆料 元神带吃,全土重来了 元神,一场新的翻炒的散暴雨 又要来了 元神又被韩戏对标了元神 希诺宁舞蹈风波 说到海外本人回应了 元神体验符,再一次被骂遮掩 元神4.8的剧情 在玩家口口相传中已是大雷 但9月为10月初的时候 流水榜单数据震撼显示 某一有罕见超斗登顶 女玩家意料之外的挺能打的 一些奇怪的声音 不仅重新登场,而是大热 我们看到,散兵、阿贝多等 关键制言指数搜索在上涨 某站的勇者视频在评出 小红书找找一片欢腾了 热度与话题的加持 流水压力的双重背景下 甚至是官方应该也有过犹豫 要不要试探下 如果按我们的猜测 试探肯得是有 四周年的二创画面与海报 国内外就显得很唐突 国内二创几乎不再出现散兵镜头 而国外则提高了漂泊者肉脸镜头 我们也不知道这算不算试探 但这毕竟是当下沙尔的高热度 肯定有人是等不及的 你看,内鬼就在推文里信誓旦旦写着 流水有救了 5.2剧情解包到闪兵是主角 按照玩家的推断 内鬼的爆料 不排除又是话题炒作 因为这次爆料没有任何的画面详情 几乎是文字描述 说是解包 更多的是口述披露 我们看到 其他爆料者也反驳称 消息很杂 解包唯一能肯定的是 5月2日有雪山活动 没办法肯定5.2剧情就是闪兵 必须放第七代 这个反驳也很炒作 买了一部分就信息 又放了一部分新料 真真假假 噱头就足够了 只能说是爆料规避风险的老做派了 当然 考虑到48剧情爆雷事件的影响 不仅是内鬼 大家在讨论闪兵的时候 多少都在保持着审慎 爆料连日以来对闪兵的披露趁热 除社区制以外 官方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动作 那塔上线以来 闪兵自演 活动 宣发一次都没出现过 这算不算另一种表态 应该算 游戏原因是做 但不是啥 4.8的剧情闹到破圈的地步 基本学会规避风芒了 例如 结束风单 推进到那塔剧情的合影画面 就明显空有缺位 以及连续两个小版本 减少旅行者做摄像头的修改 再到临近草城生略会 宣发对闪兵是自自不提 多少人判断策划是真的怕了 闪兵的话题太难闹 影响终归不好 只是术欲尽而风不止 内鬼一轮轮的披露 翻炒五又要日剧情 或者复刻时是闪兵 为了流量 显然不会收手 可以预见 在精准度与真假度 尚且未能有考究的前提下 一场新的讨论血雨心风 可能又要来了 还为渔情迹象显示 原来一直不愿承认 原神优秀的含有跟没闷 现在能选择对标 再次取出原神杀手的标题 而游戏则是含有 Blakers Unlock the World 小提议下 所谓的原神杀手是个网络梗 大致意识是一个可以爆杀 超越原神的游戏 毕竟 部分设媒连标题都取了 肯定会有对比 进而形成了不必要的节奏 所以 在深陷渔情分爆的时候 Gao在东京游戏展上 展示了最新的试玩版本 一下子就吸引各界人士的目光 从当前的录制画面显示 角色建模略相适于原神 与新铁风格相当 因为类似 更舌耳游 我们看到 含乱的风波再蠢蠢欲动吧 部分日韩网友试完后给出了感叹 韩戏产品跟进行赛道的速度独一档 现在韩国游戏都在访中国原神游戏了 四年以来 已经是第五个了吧 什么意思 中国游戏火了后 两年间就有一段韩戏压游出现 吊跪的是 话题节奏有往原神这边各种靠 甚至也有人大呼 玩法机制比原强 原神可能真要引来真正韩戏竞品了 当然 这些话语 更多的是韩国网友们自吹自奔棚 毕竟 认为韩游韩是更优秀 一直都是他们那边社区讨论的主旋律 但要知道 那边每回出一款类似原的韩游 几乎都换上下一个原神的话术 但最后的结果也很奇妙 之前那些韩戏产品在实际或者上线后都谈话一线 很快就消声灭迹 风评也会突变惨淡 个人看法 有时韩友们也不要把话说的太满 容易尴尬 不可否认的是 韩游不会克时原神的对比 现在确实在韩的论坛间时有争议 随着在东京游戏展上展示后也是上了热度 相似 超中赶日 甚至是超越等 关键词已在韩推榜上有名了 这或许也是韩游们再次陷入了自要自热的原因之一 但部分韩游更没得跟进 甚至队员用回忆参办的方式也是在传达一个信号 想吃这个开放世界赛道的蛋糕 并终能超越原神 更是一种趁热打广宣发的途径吧 宇宙第一 是我们熟悉的韩式风格 除了拐员外 也在评论区高呼他们的韩戏 爱游崛起速度堪称一流 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 只能说 每次韩戏星游亮相时候 还有种要对标 更要说圆 令人感到挺能折腾的 原神两个小消息 第一个 小助手新一轮的调查开始了 还是对5.1卡十文加抽卡医院的统计 投票结果显示 大家对西诺宁新角色的抽取医院很高 占比近半了 如果对比 不然发现5.1的全部跳过比例 明显比5.0版本42.2 位居第一拳跳跌了许多 挺神奇的现象吧 那塔投票最高人契机尼奇 创下了今年抽取数据12D的记录 西诺宁却是那台怨呼声 却是今年12高词平仆人 或许 因为攻略的疯狂吹捧 西诺宁是原第一次辅助膨胀角色 体验服说法比也强多了 正所谓铁打的辅助 流水的C 或许 5.1的流水真会有不同的变化了 第二个 原神借鉴黑妹舞者的动作 受到本人回应了 在暴露西诺宁待机动作后不久 网络上呈现奇鬼场 原神角色舞蹈抄袭风波 虽然不算是大节奏 但争议很多 部分玩家认为 新角色西诺宁借用了海外舞者 奥秘战他的编排动作 竟然让社区里借鉴 还是致敬的话题下争论不休 事件在9月尾发生 只是10月初才在海外舞蹈圈破圈 西诺宁舞蹈动作事件 也终于传到了舞蹈编排者奥秘战他的耳中 近日10月3日 他在网上回应 希望我们还能10月9月前删除修改相应的角色舞蹈动作 可能会启动起诉途径 回应中奥秘战也回复了起诉理由 自己并不拥有这套动作 但是原神借鉴过境了 把与舞蹈动作无关的上肢动作 白臂也套用 射击形象以及一模一样细节才起诉的 值得注意的是 推文中的博主是国外比较有名的网红 他的舞蹈动作是有专利的 阿迪、三星、兰克都曾请过他代言 所以事件经过发酵 很快在外网推文形成了乐意 短短半天时间 观覽次数已突破几十万 骂平的战率也来到了五万之多 怎么说呢 游戏受到舞蹈编排起诉的试剂 并非没有先例反而不少 例如 前几年的堡垒之夜 那些事件中舞蹈确实已经申请了版权编注 但最后因为舞蹈时间过短不构成抄袭 最后和解了 最近正逢原神体验服开启 内容却是一面道的乱垮了 怎么说呢 10月份 即是测试周期的节点 官方也趁着假期的流量加持 在体验服对希诺宁展开全面测评 但还是老样子 大部分体验服创作者们在努力避免发出尖锐的声音 角色 失真不失真 正不正平 我们不知道 但很肯定 新角色机制必然存在部分缺陷与问题 因即是希诺宁配对机制的读点 几乎没几个感题 反正 用有我的话说 他们但凡说不好 体验服这个可能就没 此外 创作者体验服的视频也是需要经过米的审核的 这还不是全部 5.0版本开始 原神每个版本官方都会推出面向创作者的原神测试体验服 很多游戏创作者至今不倦的提交着资格申请 都明白里面产生着巨大的流量 几块脑袋都想获得资格 所以 对体验服里希诺宁天花乱坠的评价 又开始狂轰滥炸 10月3日 社区的原神爆料视频 标题大片大片标上希诺宁关键词 谋战关联攻略里清一色的人权卡的台词 看游情讨论 很多网友表示 希望体验服品有一点缺 不要做纯纯的传话筒 事实上 玩家都反馈过这个问题 测试服 体验服回顾正途 用于测试它发现错误 而是作为宣发的一种模式 但官方似乎没有理会 你看 马拉丽的索迪痛点 近年期的勾手难题 玩家不止一次痛骂体验服攻略创作内容过于睁眼无嘴 对测试目的地不负责任 最后 怎么看 体验服对希诺宁的分析 从10月2日开始 已经进入跑图无人能及方面吹捧众 起码 在大部分发出的原神体验服创作视频里 目前没看到差评于一评 从反馈的角度看 体验服算是失去了测试的意义 隐晦的变成了官方另一个宣发话筒 迪形从5.0开始也没停止过批则 直到5.1体验服攻略依旧仍无事的扬长臂短 也不能否认 大部分玩家对其不友好 不客观的刻板印象已经形成 这对后续角色的感官 确实有较大影响 另一边 迷游 现在也是骑虎难下 自从爆雷不断后 迪形的形势 其实早对原神不利了 在接连不断的流水预期压力下 现在的游戏运无疑是最焦虑的 所以 他们想尽办法体验剂且最高效的方法就是宣发 制作魅怀乐度 体验服攻略全是吹捧 是不是不太好 这反馈声音 策划组应该是听见过接收过 但玩家的流失加剧 以及老玩家付费意愿的降低 体验服这种直升不贬的运营方式 也不为是一种试错决策 存效肯定有 起码在一定群体里形成好声音的信息减防后 进两期的卡石预估流水 在节奏在如何闹城下 排名下滑的趋势都稳定止住了 但 大众玩家之间的口诛笔伐 却没法再避开 前几天 原神与KFC联动活动 在日本话题趋势榜登顶第一 看报道的现场画面 人头传动毫不热闹 原神在日本的热度依旧火热 尽管联动的店铺有过低预期 因为近段时间游戏舆情环境严峻 认为现实里的联动活动或多或少会受到遇人 但完全没料到是另一边的极端爆火 由于订购的人实在是太多 部分日服可否联动的店铺只能限制排队 减少人流 但由于此时原神与动玩家逐渐缺货 以及限量等措施 带吃现象卷土重来 简单的说就是 有人在网上挂出原神与动KFC带吃的招牌 及玩家出钱购买套餐 卖家吃掉套餐内食物并又寄回玩具与周边 有人穿热量归我 玩具归你 也有人直言就是惨恶 顺着那边的自媒还披露出 为了帮别人来原神与动周边 一天吃了五六顿亏的魔幻世纪 随着原神与动日服KFC的热度持续高涨 目前 也看到日服那边的部分带吃的价格 也已高出套餐本身售价 原神三个小道消息吧 第一个 原神前瞻音配事件的余温 之前说过 海外音配演员们因抵制AI配音而罢光的事件 已经演劣快一个月了 节奏波及甚广 原神5.1就成战都深受影响 前瞻的音配演员们缺席了 官方不得不用临时用NPC音配们点位播出 为此 该事件在外网原神社区起了一定的余情 不少外服玩家纷纷谴责 因配除了抵制AI罢工 难道更多的不是因为滥用资格进行的闹堂 原神这边多少算躺枪了 所以不少外服玩家鸣不平 在呼吁官方请召唤影员外 有位前瞻中人NPC进行的绘画 将事件热度 也是对游戏制作的鼓励 并得到部分网友的称赞与认可 第二个消息 明朝周边在日区商店多次上架 与原神抢热度 近期 有去日本旅游的网友披露 秋叶原多数的游戏周边商店 连续上架明朝相关周边 而原神部分周边遇冷 新出的马拉尼周边少有人问津 只能平换同期最火热的基尼奇角色周边 并看到以前曾是原神柜台与货架 如今一半归明朝周边站位 明朝营一半 原神输一半 目前也在日区周边圈出现的话题热度 只能说 原神在日本的宣发力度减弱是40 更导致了游戏热度与联动对亚式的下滑 而明朝近期则加强在日区的大力宣发 将其增量摆上柜台热眼可见 也让我们看到了店家曼那个热门就多百货的趋利风向 不准确的说 明朝在日区 逐渐有了人气和知名度 原神的周边热度 暂时逐渐没往那么火热了 起码 部分日本店家是如此判断的吧 第三个消息 混池风波在一起讨论 近日 原神社区 对混池再无消息又有了乐意 看了于晴 有不少的争吵 声音最大的是披折 为什么还不开27混池 混池的最初目的 是为了解决或者缓解老角色复刻池轮转不过来的问题 但如今似乎被策划一旺 大半年过去了 也再无消息 玩家已对混池难开的黑锅进行了分析 大致两点吧 一次up角色三次后才会进混池的设定 属实是策划没给自己留后路了 因为 之前声鹤熟的闹腾 整整537天没复刻 想把声鹤这种角色扔混池还扔不了 那离约混池就迟迟难开 这也让不少玩家一度都怀疑过混池就是出话的大饼 他们其实就想出一次安抚玩家 后边根本没有考虑过混池规划 另一边为了新角色的销量 再出混池就意味着护魔之杖 普渊 阿莫斯之宫 攀岩节律 落水 冬极白星 这些好一点的庄武进复刻池 策划怕的不是角色 是怕庄武搅乱了星池流水 毕竟 原神里的处理玩家很多 为了等一个角色 团展的原神也很多 那再次混池的流水 必然是难看的 挺感叹的 一个游戏不能靠新角色去拉流水 反而要靠一堆老角色插队夫克来拉流水 路已经是路走仔了 原神 原石 你能攒起来不抽吗 很多人都不敢保证 因为大部分玩家 每次见到好看的角色就忍不住了 或者 别人一直把风吹到边说 角色是妥妥的版本能拳卡时 亦或者 抱有侥幸心理 认为自己是天选之人 一颗原石定前昆出角色 那还攒个球的原石 找抽取找轻松 说白了 在原神里囤原石 还不破戒 就是一种毅力 但绝大多数的原有 做不到一直囤 这不是毅力问题 所谓什么党 大多数无非是看钱包支不支持 但不可否认的是 每个游戏里都会有忍者 而且是大乘七的强者 原神更不例外 近日 原神日趋的一位原神老玩家的嘴角 比尔K还难压了 他看着背包了整整30次多万的原神 炫耀之星再也按耐不住 所以在推特上发了一则推文 庆贺原神四周年 也晒一下自己三年的成就 是的 这位日趋仙人 提前为戴因角色 斩了34万原石 说起他斩原石的动机 得从三年前 也是2021年说起 那时他看到原神游戏里 戴因的剧情 对角色的设计惊为天人 认定戴因是自己最喜欢的角色 虽然后来再也见到戴因的消息 但他依旧坚持要等要去斩 这一团就是三年 目前原石数量也来到了35万 纠缠资源115颗 顺势成为了游戏持续玩下去的动力之一 乐趣是一经出现 就会被乐意争论 很长一段时间内 该玩家收到了大量的私信与疑问 秘诀是什么 怎么做到的 戴因角色不一定会实装 你确定要等 而且有人不解 35万原石就相当于2200多抽 一个角色肉家五也不过需要20万原石 你已经斩过头了 原石肯定是够了 但你要说斩过头了 肯定不对 而是囤上头了 囤影是很奇怪的东西 就像斩前 看着蹭蹭往上冒的数字 心里会有莫名的满足感 但都不可否认 他在出这件事后 得到大量网友的关注他打趣 也足以见得他是有异力 进而在日趋被小推送上了乐榜 整整有几十万人给他点了赞 在另一边 也有人进行了细算 原神三年斩到35万原石的各种条目 林克玩家如果在原神里坚持不懈 一年是可以攒十万原石的 若是月卡玩家 按照一个版本平均90抽 三年就是26个版本 足足41万原石 只要你想 有恒星与决心 每个人都能攒到天荒地老 攒出世纪 TGA传来一个好消息 即将入深秋之际 外网圣梅TGA再给原神发信声推文 这一次也是夸赞 或许 不关注圣梅的朋友对TGA感到陌生 这里说一下 TGA是全球游戏大奖 The Game Awards被誉为游戏界的奥斯卡 是全球最高规格的电子游戏奖项之一 如果按照惯例 以及以往的种种迹象 TGA提前给原神发出庆贺 那后续肯定是要恰热度和给提名的 毕竟 之前类似的操作后不久 原神就曾获得TGA2023最佳 持续运营游戏奖项提名 和2022年的玩家资深奖项 以及最佳一栋分游戏奖 这多少算一种遇事吧 但看外网的评论区 气氛却显得有点沮丧又羡慕 原神在TGA中连续再联获得奖项和提名了 至今仍是手游天花板 其他的全球手游在此面前 尤其欧美更是难出一个竞评 用外服文家的话说 原神第一次获奖时 欧美厂商还尝试向前推进半步 但后来原神给的震撼谈太多 又因为各种敏感因素 很快就放弃了竞争 最后不失进取 对中国游戏以意识形态不允许强行压制 环境致使游戏之间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部分评选胜美的含金量和供性力逐渐丢失 国产游戏海外出后越多 越能拿奖 游戏就越发原地踏步 确实挺感叹的 现在一眨眼 又即将迎来2024年TGA年度提名的周期 不出意外的话 原神后续会再次被提名吧 不可否认 外网接连不断的肯定 让我们自豪与欢喜 但厂商的自信 也在这样的刺激下 越发的膨胀 这自然引来许多目光的关注 所以 在外媒对原神中年满是夸张语祝贺的时候 也有部分玩家想给官方拉刹车 于行认为 与其沉醉在外媒的夸战中 不如多听一些对原神的批评意见 20年的时候 原的技术力 美术品质以及音乐的却一场优秀 这也是当时他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但四年过去了 游戏的技术原地踏步 美术审美下滑 也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今年的国内竞品评出 甚至实力不断接近原神 也让TGA的年度手游是谁 产生了未知数 所以在TGA对原神的轻声推文底下 不少玩家看到了铺天盖地战送热度后 有些话也不吐不快 起码 在赫文的评论区底下 看到了一种声音的反馈 可能是我们对游戏的要求太高了 但还想原神能更认真做游戏 策划更用心听意见 因为 当舆论导向和刻板印象形成时 没有人关注真相与战声 只会盼望你够打倒他